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网络 然后点击刷新 大家注意看这一条 archar.cn 这个文件相当于这个网站的首页的html文件 它的时间是171毫秒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ttfb是14.15毫秒 昨天我在朋友圈里边发了一条动态 这个文件达到了4秒多 现在是14.15秒 如果不开启memor cache的 这个文件的ttfb是1点几秒 加了memor cache的反而还会增加 这个问题解决了很长时间 一直到昨天晚上才搞定 这是回归到了它的正常速度 这个文件只有14.15毫秒 其实控制在500毫秒之内都算是正常的 整个首页的内容是3.3兆 85个请求 这是关于它的效果 我们再看一下得分 在gtmetrics 这个网站的得分是页面速度92分 有一项得了一个E 主要是图片 他觉得这个图片压缩的还不够 我对比了一下 我现在的用wordpress自动压缩的图片 和gtmetrics给的压缩的图片 容量差了不到10% 我觉得这个倒无所谓 所以说这个分可以忽略 其他都是A 然后再看看YSlow YSlow第一项扣分是因为没有CDN 这个没办法 我没有上CDN 还有这两项 这两项还没有去研究 第三项得了一个C 是因为有两个百度的域名 是百度熊掌号的提交 这个我们不能控制 站内的都搞定了 也就是说只有这两项还没有搞定 这个以后再说 然后再看看谷歌 因为速度的得分 这是移动版 移动版得了93分 桌面版得了91分 当然了 这个速度是会发生变化的 跟网速是有关系 但是网站自身要优化的好 这个分数才会上来 因为这个主题 它有一个专门的手机网站的模板 所以它在移动设备的得分会比较高 这是一个简单的结果 为了达到这个结果 最近做了很多工作 下面呢 我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估计时间一刻时肯定是完不成 估计还有几个刻时 第一个课时 估计会有更多的人能看懂 至少说能看得懂这个分数 知道A比B好 90多比80多好 但是我后面所讲的 估计只有newspaper主题的同学 才能看得懂了 这个要从前几天 我开始折腾这个主题升级开始的 我用的是newspaper主题 我的网站用的这个主题的版本是9.1 是2018年11月份的版本 newspaper一路走来 很多版本 在去年2018年11月份更新到了9点几 等到9点1几的时候我看差不多了 我觉得可以升级一下 就做了一次比较大的改动 这是去年的事了 然后今年好像也是11月份 2019年的11月份 newspaper主题的第10个大版本发布了 因为第9个大版本相对于第8个大版本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的 主要是那个TD编辑器 现在这个第10个大版本 对应着第9个大版本 发生的变化也就更大了 这个变化从它那个主题说明里可以看到 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 这两项的得分 看一下 这个第10个大版本的主要特点就是 快又轻又快 它另一个卖点是 GTmetrics得分是A99% 还有谷歌的测评98分 还有一个YSlow的性能 也得了一个A91分 然后他说这个页面大小 从9的版本是2.2变成了1.2 页面尺寸 请求数从之前的126变成了38 这个变化真是太大了 CSS从之前的118变成了69KB 这也是我升级到10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在更新之前先看了一下 它这个关于10的变化还是挺多的 开始呢一直没敢上手 一直到10.2发布 我觉得10.2应该还可以了吧 算是比较稳定了吧 我就用的是10.2版本升级的 从9.1升级到了10.2 没想到还是遇到了各种问题 我到他的官方论坛里看过 还有一些问题是当前版本不能解决的 等到以后版本会修复 所以说不着急的同学建议还是先等等 特别是已经运行的网站 先不要着急升级 就算升级也要做好战斗几天的准备 好战斗几天的准备 好战斗几天的准备 好战斗几天的准备